也會觀察到這個部分 所以牙齒這個部分 在中醫來講 這牙周病的中醫叫做牙宣 宣傳的宣 牙宣 對 牙宣 那還有那個 因為你知道 觀察到一個部分 牙齒呢 到個程度 你剛剛不是說那個 那個素卿小姐不是說 牠的牙齒會越來越長嗎 所以有叫做什麼 齒挺 挺就是挺起來 牙齒越來越長 看起來面積上越來越大 那還有就齒漏 那如果說 發現到說牙齒越來越長 那身體構造是哪方面有出問題 對啊 等一下會講啊 先不及喔 那現在就講到一個 前面呢 它這個部分來講就是 剛剛說齒漏 那個上面牙齒呢 牙齒上面怎麼在漏什麼東西 漏什麼組織葉 可是骨骰人就覺得 你的臭小姐在流 就在漏 漏什麼水漏什麼血 這個部分 那所以呢 它就按照這個牙齒 然後來對應到我們身體 那我們中醫講究的是 五臟六腑 那這五臟六腑 到底哪一臟對到牠呢 那其實 幹性皮肺腎都會對到牠 可是在中醫來講 這個腎氣是牠的根源 腎氣啊 難怪林大哥這麼焦急的 想要請問 所以說 林大哥問題問得很好 對 人家說 我們說這個牙齒呢 是我們的骨頭的延伸 你看它也是硬方方的 這個部分 那這個在中醫來講 這個臟腑呢 腎臟是足的水 有沒有 你們說早上有時候起床的時候 譬如說冠林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的眼睛怎麼 腫腫的 你就說 我的腎臟是不是有問題 是不是 你有一個講 所以其實在講就是 腎是足水 可是呢 它跟我們的那個 就是精氣的精 精神 有元氣 有元氣 這個腎是有關係的 那所以在中醫的理論裡面呢 在這個你的五臟六腑的這種氣呢 它會潰激到我們的腎臟裡面 然後呢 經過我們的身體的這些 化學變化以後 分散到我們的身體的這些組織裡面 所以這個腎氣呢 跟我們的這個免疫啦 跟我們的生殖啦 跟我們的發育有關係 那所以你可以觀察 我們每個人的這個眉毛啊 頭髮 牙齒 所以你會發現 牙齒跟頭髮就是 這個長高的這個骨頭一樣 在我們青春期轉骨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些小女生 小男生就是什麼 頭髮就這樣 黑亮麗 對 那牙齒該長的都長了 所以其實頭髮牙齒這些東西 反而是可以看到 我們五臟六腑的一個狀況 特別是剛剛講的腎跟筋緩 是有個關係的 所以其實我每次聽吳醫師講這個 我都覺得更佩服老祖宗有沒有 就是 這麼一生是薄大精神 你就稍微看一下知道說 其實身體真的歡歡相扣 對 那它就會有對應的 一個臟腑的一個變化跟那個治療 那當然它沒有 以前沒有開刀 也沒有像這個葉醫師那種 可以怎麼去把它局部治療 可是它從全身去治療 然後阻緩它這個部分的一個 就是慢性病的一個發展 可是我很好奇 所以中醫來講 老祖宗一定雖然說它沒有牙科 可是古代人也是要刷牙對不對 所以他們一定也是很重視 牙齒的清潔 不管中西醫 他們刷牙都還是很重要